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陈岳观点 我是陈岳 我们这期节目呢 来关注中美之间的金融战 我且用金融战这三个字 因为是不是金融战呢 我觉得呢 当然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事情的起源呢 还是要回到 我们之前的一期节目里提到的 瑞兴咖啡欺诈事件 那这个情况呢 非常严重 瑞兴咖啡在美国上市 也创下了中国去美国上市的企业呢 最快的记录 我印象中是18个月 一家公司18个月可以到美国上市 而且呢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受到投资人的追捧 应该说非常不错 但是没有想到 瑞兴咖啡爆出了金融业绩造假 这样一个事情 几十亿的金融业绩 竟然是虚构的 竟然是假的 而一家上市公司 他所有的财报 所有的这些这个审计的工作呢 竟然都是完备的 却没有审出来 那这个情况是何等的糟糕 对吧 无论中国还是美国 无论任何一个国家 都不能允许在金融市场上 出现这样的蛀虫 出现这样的骗子 那如果因为最终的受害者呢 显然是这些表面上看呢 就是第一层受害者呢 是这些投资人 因为他投的钱 买了你的股票 支持你的发展 但是你骗了他 对吧 那么让他呢 造成了损失 那最重要的受害者呢 是对整个这个体系 和这个金融体系的一种信任 那这种信任呢 如果容许这些骗子的存在呢 那么必然会荡然无存 一个金融体系 他不能够识别出骗子的话 那么他是很难发展出一个 具有公信力的金融体系 所以我觉得呢 回到这样一个事情的起点上来看 那么是不是一个中美贸易战呢 我们再来仔细的来分析啊 美国SEC 那就是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 那么他相当于呢 这个美国中国的这个证监会吧 那都是一个这个金融监管机构 那么最近呢 他的主席在这个北京时间的4月23号 那发表了言论 他的这个言论呢 就是说因为信息披露的问题 他提醒投资者 那近期呢 在调整仓位的时候 调整仓位就讲白了 就是你投资的时候吧 可以简单的理解 那么不要将资金投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股票上 什么意思呢 就是美国监管的这个这个这个证件 就是证券业务 就是讲白了就简单讲炒股的吧 就是股票市场交易的这个业务的老大 出来说了 所有的投资人 不要买中国的公司的股票 你想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度 对吧 因为这些股票都是经过你美国的审核 到了美国去上市的 但是今天呢 美国的这个SEC的老大说 不要买中国公司的股票 那么这对中国公司的形象 对中国公司的这个整体的利益呢 会造成非常巨大的影响 在这个克莱顿发表上述的言论的时候呢 美国鹰派议员和部分前官员 正在努力的说服特朗普政府 让联邦雇员退收金 退收金计划停止投资 中国企业的股票 我们知道呢 这个在几天前呢 就是五一假期之前 中国A股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是暴跌收场 同时呢 我们看到5月1号 虽然A股休市 但是反映A股的这个情况的 新加坡A50 富时中国A50呢 暴跌5% 那这几组数据呢 都说明什么呢 都说明海外投资者 或者是投资人 对中国股市上市公司的这个担忧 其中据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特朗普要签署这样一个 就是禁止美国退休金 就养老金了 这个去买中国的股票啊 那么这样一来呢 投资中国的资金量呢 必然会变少 所以很多资金呢 赶紧逃 像阿里巴巴的股票呢 也出现了暴跌的情况 美国SEC周二 就是发布过一个提示型的报告 这个报告非常重要啊 那么在美国上市公司 上市的这个中国公司呢 应该用通俗一种的语言 突出的提示出风险 并且以具体的方式 要加以讨论 美国证监会 SEC4月21日发表的 这个主席 及美国啊 这个公众公司 会计监督委员会 大家知道 所有的公司上市呢 都需要怎么样呀 符合他的会计准则 需要这个审计啊 各方面的一些流程 那么他的主席 等于说这个 美国证监会的主席 美国会计监督委员会的主席 等了五位官员 一起出来发布了声明 那这个力度是很大的啊 这个对中国 在美国上市公司的这个影响 我不知道后续会有多大 但是一定是非常大啊 对中国整个的金融金融信用 这些上市公司 讲白了就是你的账 信不信 别人信不信 啊 这个事情呢 抛开政治来说的话 那就是从瑞幸咖啡开始 你摆在眼前呀 对吧 你自己承认的 对吧 几十亿造假 那你怎么办 对吧 对吧 你这个 这怎么办呢 这后续你怎么说的清楚呢 是不是 那么这个 啊 这几位官员呢 就出来一起发表声明 那么提示美国境内的投资者呢 在投资 投资这个总部位于新兴市场 或在新兴市场有重大业务的公司时呢 注意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风险啊 去明白着所谓的信息市场呢 那么最主要的显然就是中国了 那么这个 他们发表的这个报告的题目叫什么呢 叫这个新兴市场投资涉及重大信息披露 财务报告和其他风险 那么补救有措施措施 等这样的一个文章 这个呢 就是一个看起来呢 是纯的这样一种相当于重大的风险提示的文章吧 那么SEC和刚才所说的美国会计的这个委员会 监督委员会 它叫PCAOB 那SEC和PCAOB呢 在美国境内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执法标准 再对来自新兴市场在美国上市的推广 这个上市公司的推广和执行中受到了限制 那这个就像讲白了就是你的会计准则的标准 那么你搞的那些东西 在我这里恐怕我要不认 对吧 或者说呢 我要非常强烈的质疑 那么我们到目前看到现在都没有觉得 这里面有什么政治的这个或者是中美对抗的上面的考量 对吧 因为你确实有造假的 所以我提示风险看起来都合理 那我们继续看 那这个声明还说呢 与美国国内相比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的信息披露不完整 不完全 具有误导性的风险要素大的多 并且呢 在投资者受到损害时获得追索的机会呢 也要小得多 讲白了 投资者会受害 这一点的话呢 坦白讲 中国的很多上市公司呢 做的是不靠谱的 非常不靠谱 等一下呢 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听 那这些公司呢 应该以简明额要的英文来提示风险 并且做出阐述啊 SEC发表的声明还指出 这个 或许就在或许美国 在美国的上市的中国的公司进行审计 所需要的基础工作文件方面呢 能力有限 讲白了 我曾经看到一个报告也提到 说呢 他只能看到你这个上市公司提交的财务报告 财务审计报告 但是呢 我看不到你的底稿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底稿就是你自己公司的一个账本 就是你的 就讲白了 你公司 你贴的发票 你的报销流水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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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非常清楚的对吧 根据那一个那些那些底稿的这些材料呢 才能做出一个财务的一个报告嘛 那么现在美国呢 他就质疑说 我只能看到报告 我又看不到底稿 那么你只给我一个报告 你随便填了 对吧 那那假的那那怎么办 对吧 所以呢提出这样的质疑啊 其实美国这个证监会啊 和美国的这个会计监督委员会 对中国的公司提出这样的质疑和挑战啊 而且是一个五个重任量级人物 一起来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啊 那么对中国的上市公司啊 中国的创业公司 想去通过美国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来促进自己企业的发展呢 是非常不利的啊 影响非常之大 那未来对中国整个的金融监管呀 因为这些账都是在中国做的呀 对吧 你中国国内的省级公司 中国国内的会计公司 中国国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公司 那他觉得你不靠谱呀 对吧 你做出来都是假账呀 你的工心里有问题呀 那这个质疑和挑战对中国的整个 往小来说是这些上市公司的问题 往大来说的话呢 对整个中国的构建起来的金融体系的话 都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这个挑战对中国的伤害实际上是很大的啊 呃 于是呢 就在我看来呢 这个声明呢 他的这个对中国的整个的杀伤力呢 是要比媒体上所宣传的呢 是要大的多啊 要严重的多 所以必须引起呢 足够的重视 所以我才呢 在标题当中呢 提出了一个质疑 那就是呢 这个能不能称之为叫做中美的金融战 啊 你知道这个高明的做法呢 都是所有的声明 所有的做法听起来都非常的合理 但是对你的造成的伤害 是非常的本质性的伤害啊 影响非常之大 就像以前美国经常打法律战 什么叫法律战呢 就是说 我通过法律呀 对吧 我制定一个法律呀 那么这个法律呢 就是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呀 那我执行我的法律呀 听起来非常合理 对吧 所有人都要守法 于是我制定一个法律 那这个法律就像美国说 孟晚舟违法 对吧 华为的这个CFO呀 就是任正非的女儿 现在在关在加拿大 对吧 他说违法那就违法 那么听起来呢 冠冕弹簧 但我个人认为呢 无比的虚伪 可是这个游戏 你得跟他玩 对吧 高明的玩家呢 都是在玩游戏 甚至是自己在定义规则 定义标准 那这个你不玩也没办法 你光生气有什么用 对吧 也解决不了问题 那自己还要争气 所以呢 这个往生理说的话 我真的觉得 这可能是美国打抢的 中美之间的金融战 那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啊 首先呢 这个声明啊 他包括了美国的证监会 也包括了美国 刚才说的这个 会计的这个准则的监督委员会 那么这些非常多位的 好几名的成员 都是重量级的成员 那么他们一起发表的联合声明 那相当于呢 彼此之间呢 就是大家都这么认为 那抱团 对吧 那么在最近的SEC的公开声明当中 是唯一的可见这个SEC对这件事情 是极度的重视啊 其次呢 这整个声明不仅仅是针对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而是针对包括香港在内的 所有在中国进行审计的公司 那这个事情搞得很大 香港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中心 对吧 那么他如果包括了香港 表示什么呢 你所有审计的公司 在香港的 在大陆的 我都不信 对吧 我都提示风险 我都披露风险啊 那即使这个审计 这个签署审计报告的审计师 不在中国 如果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 那么投资者也应该考虑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审计工作 是由中国公司在进行执行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不管你的背景情况怎么样 反正你中国公司执行的 这个审计工作 哪怕你是四大 哪怕你是全世界最知名的 这个审计公司 但是呢 你只要在中国 那么我就不相信 因为呢 你有可能把这个审计工作呢 外包给中国人 讲白了 这里面就是有一些 大家能看得出来啊 就是没有证据 但是我质疑 对吧 也就是说呢 SEC对所有在中国 进行审计的公司业务呢 都提示了潜在的风险 那么回想起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瑞星咖啡的这个事件 一开始发生的时候呢 那么一大堆的 这个特别是自媒体啊 微信朋友圈 乱七八糟的 我曾经在谈到这个 瑞星咖啡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在我的节目里面呢 也是痛批了瑞星咖啡 这样的行为啊 但是我没有想到 在甚至有人在朋友圈里 竟然这么说 说这个瑞星咖啡啊 割美国人的韭菜 来请中国人喝咖啡 说干得漂亮啊 其实说这种话的人呢 我认为呢 不能这么厚颜无耻 对吧 这个美国人的韭菜 是是美国人的韭菜 对吧 你跑到美国去骗 对吧 但是你这样的一种做法的话呢 你最终伤害的 除了你自己以外呢 那么对整个中国的 金融体系的伤害呢 是非常大的啊 而且这种行为呢 是让人不耻的啊 你你通这种 这种东西的话 你是讲白了 走不出国门的 不要说走出国门了 你在家门 可能都走不出去的 你在国内 也不能这么干 对吧 你这种这种事情的话 是见不到阳光的啊 见光死 那么瑞星咖啡的老板 甚至呢 曾经还在朋友圈里面表示 自己泰然自若啊 毫无羞愧之心啊 这个呢 就就让人觉得呢 不可思议啊 实际上这件事情 对中国企业啊 在海外的金融市场的名义呢 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重大的伤害 也正是因为这个瑞星咖啡 才引起了中国的银保监会 对瑞星这个咖啡的这个事件呢 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 不能容忍啊 对吧 我不能为国家 我我的这个中国的什么 这个监管机构 不能好像是 好像是中国的这个公司啊 瑞星是中国公司 和互赌资什么的 不存在的啊 必须零容忍 我们也看到了 现在的中国的监管部门呢 已经进驻瑞星咖啡啊 进行对于瑞星咖啡呢 进行全方位的调查 要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 最终呢 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报告提出来 那该罚的的话 我支持要重罚 一定要重罚 要严惩 对吧 不能允许这样的事件存在 中国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的 第二大经济体啊 而且未来的话呢 我认为极有可能成为 最大的经济体 甚至在其他各种方面啊 那么你当老大 或者说未来有机会呢 领领全球各种 很多方面的发展的话 那么你必须要 走怎么样呀 走的端对吧 做的端 走的正 对吧 你必须呢 不能够啊 这个走样啊 这不能歪的啊 一定要是这个 一定要是该怎么做事情 要怎么做事情啊 这一点的话呢 是必须要守住的啊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 中国和美国呢 在做什么呀 跨境证券的监管上面的合作啊 这一点的话 我个人呢 是比较支持的 那现在呢 这个调查组 已经进驻到这个瑞星里面 那么我相信呢 最终呢 这个调查部门呢 会给一个报告 然后呢 并且呢 给出最终的这个处理啊 呃 这个呢 我们也会这个持续关注了 那我们我们 我们在一开始说到的 说这个中国的上市公司呢 很多非常奇葩的事情呢 我给大家举几个啊 那么这些奇葩的事情呢 简直是文所未文啊 比如说有一家公司呢 叫做这个厨英农牧 那么发生了什么呢 发生了这个 大家听这个名字啊 厨英农牧啊 就知道呢 他是一家做这个农牧业啊 畜牧业啊 他竟然发生了 猪饿死了 然后说亏损了29亿 你相信吗 对吧 但是他的报告就是这样 猪饿死了 然后亏了29亿 那么投资人 如果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 一定会造成巨额的亏损 对吧 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 你至于一个家做农牧的企业 上市公司 你今天把你的猪饿死了 而且还亏了29亿元 这样的理由 对吧 你监管部门不出去 应该要给他 把他这家公司给罚死 对不对 另外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非常知名的 什么呀 张子岛 说扇贝跑了 那这是一家什么公司呢 这是一家养殖业啊 那么养海鲜 养扇贝这些 那最终呢 这个当捕捞的季节来了之后呢 他捞不到 捞不到这个 捞不到这个养的这些东西 那说呢 怎么样呀 说逃跑了 跑掉了 所以我们没有 那于是呢 股价暴跌 也造成了投资人的损失 我们再看 曾经的在打广告 打得很猛的 一家这个做医药的 叫康美药业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 他干什么事情呢 他的报告里面说 他的这个营业里面 这个收入里面 有300亿 300亿 不是小数字 300亿 说核算错误 会计核算错误 你相信吗 你相信这是账算错了吗 300亿 账算错 对吧 如果你买了 康美药业的股票 那么你怎么样呀 你的身家性命 可能都没了 对吧 那另外我们再看 说有一家公司 叫做康德新 那康德新出现什么事情呢 说122亿 122亿呀 人民币的钱呢 说找不到了 钱不知道去哪了 那你想 上面这些公司 都是中国的上市公司 这么不靠谱 出现这么荒诞的事情 那这些事情的话 如果说是任何一个投资人 投了他们的话 那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所以说我在这里开玩笑 要讲叫做江山被有人才处呀 这些公司呢 真的是早应该被清除出 这个中国的进 这个证券市场啊 我们期待未来的中国的证券市场呢 能够这个像出现一些像这种 美国我们知道有一些什么公司 像这个做空机构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 像浑水公司 对吧 浑水公司呢 有的时候 我们听到他出的一些 做空报告的时候呢 像这一次瑞幸咖啡的这个事件 那么也有浑水的这个角色啊 他们去这个做一些调查 出一些报告啊 那么他做空成功 一方面呢 他去得到一些他的这个利益啊 因为他可能提前买了做空 对吧 买了下跌 这样的一个一个 一个提前的操作和布局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的金融市场为什么允许这样的 做空机构在里面好像一直在游走呢 也很简单嘛 就是他就是苍蝇 对吧 我就是苍蝇 没错 但是我就要把那个这个有份的鸭蛋 给他盯出来 对吧 所谓的苍蝇不盯 无份的鸭蛋 对吧 那么有份的鸭蛋什么意思呢 你就是臭鸭蛋啊 你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浑水摸鱼 对吧 你就是骗子 那我就把你盯出来 对吧 所以呢 未来的中国的证券市场呢 也需要像有一些像浑水这样的公司啊 也需要有一些像这个PCAOB 就是这个这个会计监管的这样一个机构啊 那这样的机构呢 把股市里面的垃圾呢 一个一个的给它揪出来 让股市呢 让中国的资本市场呢 能够呢 去干净的运行啊 呃 现在的中国呢 金融改革的力度越来越大 而且呢 目前中国呢 在大量的这个吸引外资 特别是吸引国外的这个金融机构 像高盛呀 蒙克斯丹利呀 各种金融机构呢 都跃跃欲试要来中国啊 包括保险证券基金 各种各样的金融公司啊 特别华尔街 对中国接下来的金融开放呢 持一种非常高的这种 这种期待啊 觉得呢 中国在中国呢 他们一定能挖到一个巨大的金矿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 一方面中国呢 要去打开大门 对吧 让全世界呢 来来中国发展 那从而促进中国的发展 另一方面呢 中国呢 也要想一想啊 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金矿 中国自己的金融公司 你的竞争力怎么样 你是不是在面临着 华尔街这些巨恶 这些大这个野狼 来袭击的时候 你承受得住吗 对吧 那么你如果还在金融市场 搞一些弄虚作假的行为的话 那么你根本就不可能 能够取得什么成功啊 最终可能中国这块大肥肉 中国这块巨大的金融市场 可能都会被西方这些国家 吃下去啊 拿走 所以呢 我今天讲的这个 在题目里面一开始提到呢 说中美金融战呢 我觉得呢 呃 虽然美国一直呢 他讲的呢 都是一些什么 比如瑞幸咖啡啊 讲的都是这些的 这些的例子 也是呢 有所本啊 也讲难听点 就是也没冤枉你 对吧 你确实干了这些事啊 对吧 但是啊 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呢 我觉得呢 接下来可能也是这个 中美之间的金融战的一个序幕啊 就是有了一个抓手嘛 有了一个把手嘛 那么以这个呢 作为袭击点的话 那么会把中国的金融金融体系 会把中国的这些上市公司呢 打得非常疼 我们最近看到呢 很多在美国的上市公司呢 中国的上市公司 准备要回国 到中国来上市 或者呢 去香港上市 对吧 但是不管怎样啊 去美国上市的这些企业呢 他们曾经的那些考虑呢 一定是对他是有利的嘛 对吧 美国金融市场 毕竟还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金融中心 金融市场 那如果说 因为瑞幸咖啡的事件 导致非常多的企业 不能去美国进行上市 不能去融资 不能去拿到资金 促进他的发展 那我想呢 对美国也是一个机会的损失 对中国呢 对中国特别是这些 需要去美国上市的公司呢 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中美金融战 在即 那么美国 华尔街 包括像伦敦 金融城 西方的这些金融大鳄呢 在看着中国的这块大肥肉 中国的金融市场 中国的金融体系 中国的金融法规 中国的监管机构 真的准备好了吗 在这里呢 我们一直呢 一起呢 来拭目以待 我们一起来这个观察 这样的一个事情 OK好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不要忘记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